我們先看上的 我們或多或少排一下好了 就是左邊到右邊 右邊是比較全能嘛 右邊是比較全能嘛 Rushy在哪裡啊 Rushy在這裡 偏右邊比較全能 他算這邊吧 左邊我們就大致排一下 就是左邊可能弱點比較多 還有誰 比較全能的弱點比較多的阿比給爾吧 阿比給爾弱點是比較多 然後凱爾中間吧 凱爾在中間 呃 我想一下喔 撐利 撐利也差不多在這裡吧 撐利 這裡 撐利在這裡 好這應該是我目前心目中的六強不對 古代也在這裡 古代差不多在這裡吧 古代 古代給他排A加好了 如果上面是六隻角色的話我覺得古代也是幾乎偏全能的角色然後在這邊 然後我想一下喔 全能的角色 Ibuki吧 Ibuki也是蠻全能 Ibuki有一點弱點 Ibuki大概在這裡 然後好鬼 大概在這裡 戈靈 戈靈也差不多在這裡 這位置也不夠不夠排齁 我們全能全能擺右邊一點好了 這比較偏全能 Ibuki有一點弱點嘛 戈靈好像也 好像也偏全能齁 戈靈其實也沒什麼弱點 呃 然後 有里安 里安很強啊 里安很強啊 古代也很強啊 古代VS2爆幹強 你們沒有看到嗎 古代VS2爆幹強 我想一下啊 呃 呃 呃 梅乃特也不錯 梅乃特也不錯 我覺得梅乃特也是 也是有維加強 那G G也在這裡 G也是 有一點點弱點 也好像也還好 G 恩 梅乃特可能算有一點弱點好了 G應該跟Ibuki差不多 在這裡 呃 然後 我想一下啊 我看一下 四空也在這裡 四空 這四空我也覺得沒什麼弱點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左右左右不用太看好了 因為 因為沒有什麼位置啊 不然就 不然就想一下 右邊就全能一點嘛 右邊就全能一點 四空也在 四空也在 維全能這邊好了 四空也在維全能這邊 這樣 好 細頭跟將軍給他擺在這裡好了 這兩隻比較強 其他的其他的這樣擺 好 好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然後 恩 然後我想一下喔 恩 恩 恩 怪獸殺 卡給卡給 對卡給 卡給現在 應該也差不多在這裡好了 在這裡 我左右邊沒有排的特別那個啦 就是比較偏右的就 就那個 但我沒有給他分的很細就 比如說他弱點很多 就給他排在左邊一點 就大概 大概是這樣子 這兩隻是偏中 這幾隻偏中間這樣 大概是這種感覺 其實村莉也沒什麼弱點啦 村莉也沒什麼弱點 這樣 好 這樣 恩 然後 差不多的樣子吧 然後 毒藥 毒藥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不錯 毒藥我真的也覺得不錯 毒藥到AA嗎 我想一下喔 他多了VS2 其實我真的覺得不錯啊 毒藥也在AA好了 然後再過來是 呃 呃弱點偏多搶的 弱點偏多搶的 恩 然後LALA吧 然後MICA 然後NASH 爪子 然後 S 拳王 拳王比較 拳王 拳王 拳王好像有一些弱點吧 呃 算了 後面的就不要算了啊 但還要排什麼弱點有點麻煩 我們先排那個好了 恩 然後我想一下喔 ED也差不多在這位置 ED也接近全能了 然後SAKURA應該也差不多在這位置 好我們 我們先不論 我們先不論那個 等一下 先不論那個 先不論左右好了 我們先不論左右 我們先排 我們先排那個 我們先排 我們先排上下 我們再平 我們再排左右好了 我們先排上下 呃我們大致上分為 SA加AB加 其實也沒什麼差 其實就是第1排第2排第3排第4排 嗯 然後龍龍龍差不多龍跟肯差不多在第3排啦 龍跟肯差不多在第3排 我覺得肯這版也還可以 肯這版有改什麼嗎 就改VS2嘛 我覺得肯這版還可以 就在在第3排吧 然後 老桑 老桑 也還行吧 老桑 老桑可能也在這排 我想一下喔 然後Cody也有加強 Cody 恩 我們應該要分開一點喔 這邊如果是 SS 然後這邊是A啦 我們應該排下面一點 我們這樣比較好分 不然他這個都有劃分了 好我們應該這個樣子排 不然我們就是 對我們先排之後我們再細分 我們先稍微排一下後面再給他細分成 就是在這個階段他算是 什麼樣的角色 這樣 好我們我們就先 我們就先 我們就先這樣 先這樣排 好 等一下再跟你們講原因為什麼這樣排好了 恩 Cody我也覺得 還可以 露西亞也還行 露西亞也在這個位置 露西亞 露西亞也在這個位置 我們等一下再稍微把高低排一下 然後 其實我覺得Gear 我覺得有開發空間 他們把Gear排除了 其實我覺得有開發空間 然後本田 本田也差不多在這個位置吧 賽斯未定嘛 就不理他 沙卡特有沒有 有沒有改勒 怪獸 我想一下喔 怪獸 好像也有一點加 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的變化吧 怪獸可能也在B左右的位置 怪獸可能也在B左右的位置 Julie 還是蠻費的 方 方 方也還是蠻費的 好 然後 Fork 也還是蠻費的 好 這三隻應該是三費 Cody大概 有機會有A啦 先把他排在B好了 先把他排在B好了 沙卡特 沙卡特也排在這裡好了 老桑 老桑可能在這個位置吧 阿桑可能 在這個位置吧 好 OK 這應該是 差不多 差不多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來細分一下 我們來細分一下 我想一下喔 頭上這幾隻沒什麼問題嗎 將軍Rashito是最強的吧 然後村莉為什麼在這個位置呢 因為村莉首先他有加強的幾個地方 就是 他的5NP推得比較近了 然後2NK變得加比較多了 所以他2NK取消任何東西 取消中水鳥基本上是已經接得到 然後他現在重百列可以弄倒人家 然後66是加2 所以就是說你平常集氣在連斷的時候你用中水鳥 你平常沒有在集氣在立回的時候你單發確認 用重百列 66都是加2 所以就超強 然後本身有一些低空百列打解摔嘛 然後硬爪角抽中斷嘛 抽中斷之後再用低空百列打解摔這種 拉低招嘛 對不對 然後 基本上是這樣子啊 所以村莉 村莉基本上是因為那個2NK跟那個重百列 跟那個重百列 可以弄倒差很多 然後尤里恩的話是他的VS2現在很強 他的VS2就這樣捏一下 比之前VS1那個幾乎弄不到了好很多 所以他的鏡子可以更早開 加上他血又增加了 血又增加等於說他更有機會活命去開那個鏡子 所以這是里恩這麼強的原因 然後凱爾的話是 現在普遍大家 壓制能力都變弱了 所以就是凱爾這種 就是他 關角落比較不會被一波關死 然後再加他的VS2 對他的一些 中近距離的立回又更簡單 因為他等於說他中距離可以不用擠著氣 也可以直接用那個去跟人家做一個壓制 這樣 所以就是凱爾 我覺得這個版本又 又好的原因 然後反正他VS2又讓他的VS1 讓他的VT1那個連段又變得更 更就是又回來了嘛 可以隨便打個半條嘛 然後阿BK的話不用說嘛 就是他的 搬運能力跟他的輪胎嘛 他搬運能力現在超級強 他只要一個對空然後按KK 他就跑四下然後再翻滾 可以直接搬四分之三個畫面 所以阿BK就是 就是在大概這個位置 他還有改很多啦 就比如說ESG槍拳可以用成等級2的VT2 傷害更痛嘛 然後 然後他的那個KK直接擋住之後 給人造成的硬質差也更大了 就變成說如果人家想要亂鬥可能會被踩 被踩到之後再連連段 如果人家不敢動的話可能會被抓 就等於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小折 阿BK我現在真的蠻強的 就是基於最強阿BK 阿BK那一個版本之後的最強了 目前前六隻這樣子應該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豪鬼嘛 那豪鬼的話就是他基本上他是把他的 無賴的東西改了弱一點 改的弱一點 就是 他不能空爆V嘛不能著熱就是遠遠距離著熱爆V跟著著熱過來責任嘛 然後他其他東西就是改的比較好插盒就是比較合理嘛 基本上豪鬼還是強但是就沒有之前那麼強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改動是偏合理 我覺得改動是偏合理 他還是可以拿冠軍的角色 就是沒有之前那麼擊敗而已 所以豪鬼就是還是在第2排的最旁邊 然後虎帶的話就是他的 幾個重點是血量增加了 加上VS2的優秀 不過他VS2打某些角色比較沒那麼好用 就是比如說你有氣功無敵的角色 之類的 之類的 或是你有一個上段的就是比如說 呃 啊隨便我們舉個氣功無敵的角色 比如說卡琳好了 就我可以看到他弄我再用一個鐵三靠 就可以把那個吃掉 如果沒有的話你也沒有無敵 你也沒有那種土鏡的無敵技的話 他一個放偶突之後你的空間就會被壓縮 因為那武圖很強你就把他當作 是快速版的Burdy丟罐子好了 他的那個出來的速度比Burdy那個還快 然後打到人直接給4個 那假如說你在進去你看到他放 你看到他放他有破斷你打他 然後你會對不起你會相殺 你只要看到他動作你在打他基本上你都會被打 就是會相殺不要說被打會被相殺 然後他就9個V了 他只要重複這個動作4次他就一定可以爆V了 對不對然後 只要重複這個動作3次然後再加上你打個1 2次他就可以爆V了 對不對假設我們30中重攻擊打到好了他花了200多滴血 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直接爆V了 然後他的血又夾了25滴 然後他的1S拆角也變擋住也變加2 所以就是他可以就是更無腦確認 他之前可能還要打中才能做一些壓制什麼的 現在就是不用打中也可以就一個無腦的加2去 給人家壓力了 所以古代基本上我是想要把他排在S的啦 只是其他角色我覺得更猛 不然就是古代也排在S好了 古代我們給他排在這邊 古代跟豪鬼我們給他排這邊 我們稍微分析一點好了 古代跟豪鬼我覺得介於 這底子還有還有G G也在這裡 古代跟豪鬼就是這幾隻我覺得介於 介於這些這些人的上面 Ebuki也也差不多啦 Ebuki也是就犧牲了一些 犧牲了一些東西 這樣這樣這樣分好了這樣分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這樣第一排就是SS 第一排是S 第二排是A加 第二排是A加 就G G的話是 就是首先他沒什麼改弱 他沒什麼改弱 然後 大家的 壓制能力普遍減弱的情況下 G還是有那種兩發就把人家幹掉的那個 爆發力 他有主宰力 對吧 然後在大家普遍壓制力有減弱的情況下 這種就是他比較難於防守的角色 他就 空間就更大了 對不對 對 以前卡琳壓到G壓到角落可能就可以給他死了 現在壓到角落壓不死他了 所以以前卡琳打G是大概4-6對決吧 現在變成3-5打6-5了吧 這對決因為更難壓死G了 等於G又更有活路去做那個逆轉的動作 然後Ibuki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大概就在A加沒跑了 那首先是 他有把一些東西改弱 就是 BT2他改成就是會變複勢嗎 等於說你如果要安定的開BT的話 你就是要配合ES標這樣開 不過這樣開就好像還是正的吧 我不確定我沒有試過 但起碼不會被缺 就你用一個ES標開 就起碼你也是跟以前一樣 然後或者是你就確認 確認的話就跟以前一樣 好那再過來還有一個比較 然後 有改弱有改強的地方就是他的VS1首先他沒辦法後縮了 然後他之前立回最強就是VS1嘛 他可以拿來就是GV然後那很長 對不對 然後現在他是把那個改掉了 但是他把那個另外一個折的地方加強了 他把那個 那個 那個非標 他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壓制是 ES標 之後丟一個標然後做一個前後者 然後那前後者有很多種方法 比如說你丟一個標之後前跳 丟一個標之後霞虛 這些東西都是 就是有很多變化的就是打前打後 所以他之前的話都是ES標66一個雷打 66震惡 對不對 但他打某一些角色沒有那麼強 因為他有一些角色他是66震惡之後他沒辦法直接速甩 他要走半步才可以速甩 所以他用這個樣子的話就是 打那些以前沒辦法就是66震惡直接速甩的角色 他用這個的話 就是可以給人家更大的壓力 就是他犧牲了一個雷打的傷害去做一個前後者 而且那個前後者很強 所以這就是Ibuki的 那個 尤里恩很高好不好 你們以為尤里恩很爛 有人上一版就不爛了 有人上一版也有A加 這一版他多那個VS2讓他更早開鏡子還不夠強嗎 他難打的角色有一些都已經 沒那麼強了 尤里恩在這位置合情合理啊 我那時候一看改版他那個VS我就覺得他是S角了 反正改版之後我的內心馬上就有三個S角了 一個是Rushy將軍跟尤里恩 這三隻是我那時候腦衝一出來我就覺得這三隻是S角了 不過這是反正就是個人看法你們就自己再看看 然後再過來是四空那四空的話 他還是很強 不過頭髮改給他排在B嘛 但我覺得他們 想法可能不一樣 那四空為什麼會給他排A加的原因是 首先他上一版本就很強嘛對吧 上一個版本大概在 每個人都給他排在A加的位置 那這個版本的話是 他老人加強很多 他老人尤其可以下中角取消 下中角取消你知道多強嗎 就是他立回的時候可以 用一個限制人家的防守 老人的時候你可能就是一直搬著後檔什麼就好了 那他被人家進去有一個下段然後可以取消 然後就可以連段嘛 像他之前取消角都要用什麼 輕手輕腳刮腳道而且那個要打抗這個連段他平常打到沒辦法連段嘛之類的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下中角可以取消 所以老人大加強然後年輕的稍微減弱 年輕的稍微減弱一點只有減弱 那個ULK從加3變成-12嘛 但那個本來就是拿來點點點點點又不是拿來點連段的 所以其實也還好因為以前那個也不是用什麼 加3走過去摔的以前也很少這樣子 所以那個就一樣是立回的時候在干擾人家用的 所以年輕的基本上沒有什麼改弱 年輕的還有一些改弱是 比較合理的就是那個中手他變得比較好被插合比較好被缺反了 所以那個中手都隨便揮的他媽的老人中手可以這樣隨便揮的所以以為也是改正常而已 但我覺得那個沒有到那麼影響因為老人也有加強嘛 你看一下Inflash就知道了他上一個版本老人就玩那麼好了 這版本老人又更強了他一定又可以更強了 然後年輕的改弱就是改弱一點點而已倒是沒有到那麼誇張 就他雲子傷害什麼跳路後摔那些都沒有改 所以司空還是在這位置 然後再過來大概是AA的角色 那戈靈的話基本上不用說嘛就是戈靈有機會在A加耶 戈靈給他排在A加 嗯我想想喔戈靈跟這幾隻比起來的話 戈靈大概也是介於A到A加之間啦我們就先給他排在A好了那戈靈的話就首先是他的 他之前的高破壞力還在嘛就VT2嘛VT2還在嘛 然後他的指令頭 他的那個VS2就是他那個指令頭其實那個是 就跟跳水一樣他我覺得比跳水難 比跳水難反應 不過他距離有點短啦 但他有一些零折的東西因為他也可以丟兵嘛就可以設置道具嘛對吧 所以他等於說在你快要沒血的時候 他把你弄倒了 他可以丟一個冰塊 在你頭上然後然後再用VS2壓你起身 等於說你兩個一定要選一個中 在這種情況下就零折了 就跟那個什麼米卡你沒血的時候他拿這個口 2GP看拿這個口一樣你兩個一定要選一個弄但是你沒血了 所以你就一定死這個就要零折 還有這種零折的東西啊就他多那個VS2我覺得 很強因為他之前VS1本來就是 除了打特定對決比如說可能打 倩咪那種空中會過來的角色你可以用VS直接 用Armor硬硬硬過嘛對不對硬硬硬對空嘛 那打這些角色之外的他那個VS1本來就 沒有很必要的所以他VS2就多了一些戰術上的東西而且他VS2只要一弄到 殷值就被動住了 所以也就是說你只要VS2偷到之後對方就必須必要來追你的 因為他想要消掉殷值嘛 勢必要來追你的 這就是卡琳的日本投胖卡節目目前排的 我們先不看 先看我的就好了 因為每個人排法都不一樣 像投胖卡排的跟英佛排的也不一樣 而且投胖卡排的之前在上個版本的時候 反正其實那個就是參考度的問題 你不要用一個角度去看 因為很多人對某一些角色會有特別的了解 你看像英佛把EV排到老高了 排在給他上面的兩排還是三排的位置 你要從這個人這個國家對這個角色的理解 去判斷他的排名 但基本上不會差太多 基本上每個高手的排名應該有八成是一樣的 有兩成是有一些角色上的差別 比方說我特別熟Ibuke 我特別熟誰誰誰 我知道這個角色的潛力 所以我們給他排得很高 這個就是因人而已的 但是基本上有八成可以像 所以你們每個人的排名有可能不一樣是很正常的 但有八成應該是差不多的 就只要他講得出來為什麼的話就好了 然後再過來是Kage Kage在這個版本也是大buff 首先他立回的時候加強了 他的2MK他的確認時間增長了 然後那個旋風角的橫向還是很被打到的距離 就是變得更好連斷了嘛 然後再加上他現在中的旋風角可以接到中的神龍了 就傷害比以前高嘛 以前只能接輕的接輕的 然後再過來是他的6HP改成會強制戰力了 不然之前的話你6HP打到人家蹲著的對手 沒有吸吸的話 你派生然後你可能就被打了 這個我早就改改了 然後他的確是有改 然後再加上他的VS2的使用度還是挺好的 就是他VS2配合VT1的話 那個加強是可以直接拿來打解摔的 而且改版的時候我測試過 他那個打解摔是人家速解跟岩池解 都會中那個VS2的打解摔 所以他的VS2配合VT1的效果還是不錯 他的VS2 反正他的VS2還不錯 然後再過來是梅乃特 那首先他也是版本收會什麼 就一樣我剛說過的 就是大家的壓制力普遍沒那麼強的情況下 這種需要防守的角色就OK 然後再過來是他的VT2的加強 因為他之前就是三格VT1 然後後來因為他已經太難被太難開V了 然後開V之後你又不一定能打到 就是你要打那些reset什麼的 不一定能打到就是 就是相對應的那個血啊 然後所以他這個版本給他加強了VT2 那他VT2的話之前很爛 之前是取消他都沒辦法拿來連段 就只能拿來這樣亂丟 現在的話是可以拿來連段的 就是他可以 比如說丟球取消過去 然後你可以再66再連段 然後可以弄兩次嘛 然後你兩個V而已 所以等於說你一場可以開 可以開兩次V 然後你可以去做64這樣的連段 對吧 因為你這樣比如說你丟球開V這樣你66過去起碼還是正的嘛 雖然沒打到起碼還是正的嘛 就你可以過去做一個機會 而且重點是兩個V就可以爆了 所以他就變成說是一個可以玩的角色了 不過還是沒有之前的VT1那麼霸道就可以連續這樣折 就變成說他可以折你兩次而已 就選VT2的話可以折你兩次 然後毒藥的話就不用說了 上一季的世界冠軍角色嘛 然後這版的VT2 VS2也是大大加強啊 就比如說而且他現在很多人的對空是都改爛了嘛 毒藥的對空還是一樣強啊 就是他在幾乎是繞備的情況下 他2MP都可以舉到 然後他2MP舉到之後用一個VS2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換編則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換編則 然後在大家如果不熟悉他那個情況下 他可以甚至可以用一些其他招式去取消VS2 直接去強制跟你換編 做一個犧牲打的動作 這也是蠻也是蠻OK的 因為他之前就是防守比較難嘛 他之前是防守比較難 然後他如果VS2可以做一個換編 而且他換編之後也可以再去做一個派神 然後再過來是他的VT1被開發成就是傷害很高嘛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那個傷害 就是比如說如果假設是沒補陣的情況下 你一個聖龍被擋住了 他花2顆氣可以打掉你大概6個的血啊 對吧可以打個5600滴應該有吧 我記得對不對 棒棒 刷刷然後丟個炸彈然後火一直燒 然後刷刷刷刷刷刷刷 再丟一個火 對不對這樣大概5600滴應該有啦 我沒有仔細看就是他的傷害是爆幹高的 然後他的力回很強啊 他就是他基本上只有近身比較弱一點而已 他基本上只有近身比較弱一點而已 然後毒藥所以毒藥就差不多在這位置 主要是這個版本的關係啦 然後我想一下喔 我覺得 呃 假設這邊是S SSS 然後A加A 然後接下來是B加左右的角色 B加左右的角色的話卡琳倩咪差不多 Burdy 呃 然後 抓子 拳王 龍 嗯 好 差不多 這樣子 這樣子 感覺蠻像我心中的那個 好 那龍的話 首先就是他基本上是全幅度加強嘛 就是他的2MP 距離推的比較近了 所以他可以有一些呃更容易的壓制 2MP連續打2MP5MP嘛 就是跟之前的豪鬼一樣 然後他 呃 還有什麼 他2MP也可以接新的年段 這2MP只能接2MK嘛 現在他距離比較近了 所以他2MP可以接2HP 打康的時候啦 他2MP可以接2HP 就還有一個新年段 然後他的 EAS鯉梯T可以接旋風角了 所以他等於說他可以去壓縮人家空間了 對不對 比如說我EAS鯉梯T以前能接生龍嘛 那生龍之後你就沒有那麼好壓嘛 那你用鯉梯的話你可以壓縮他的空間嘛 然後再過來是他的呃什麼 5LP嗎 5LP還是2MP 還是2LP吧 就距離比較近了 就更更更容易去貼的做壓制了 還有他的VT1加強也是大buff啊 他發氣功跟什麼的 他不會再消了 他就是時效性的 就你一個爆碗 中間不管做任何事情 除非你放電燈波動 不然他那個VT就是時效 然後如果你是連續放的話 你可以放15-16個波動 這改版的時候我有測試過 OK 然後拳王的話 基本上拳王 呃 他的V 拳王其實我沒什麼看耶 不過拳王大致上就在這位置 就是他也不會到太爛吧 他的VS2 首先他的46P強化嘛 會變正的嘛 拳王還有改什麼啊 拳王還有改什麼 拳王 他改了VT2 VT2可以用TC去取消嘛 所以他的VT2抓到人的機會更大了 然後他VT2之後 VT2指令頭完之後 他的加的幀數變多了嗎 我記得 我現在都是平印象 有一些是平印象在講的啦 有一些是平印象在講的啦 所以拳王基本上 大概是在中上位角 他的VT2有加強 他的VS2也還算不錯用 然後其他地方沒有削弱 哈囉安安 優里恩真的沒可能這樣高 優里恩肯定這麼高的 我看一下頭胖嘎排哪裡 頭胖嘎排哪裡 頭胖嘎排哪裡 頭胖嘎 頭胖嘎也排在第二排嘛 那個每個人排的不一樣啦 每個人排的不一樣 頭胖嘎也排在第二排嘛 尤里恩他就是有弱點的S角啊 那現在真的強好不好 他 他 呃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不講了 然後爪子 爪子的話是 他多了一個 一伏打擊無敵的VS2嘛 然後還可以派生嘛 所以等於說 你任何的V反打爪子 任何的打擊系V反打爪子 都會被 都會被打 只要爪子有附帶的話 你都會被打 因為他一伏閃嘛 一伏閃之後可以再派生回來嘛 所以等於說你的V反 除了必定V反之外 打爪子可能都會被打 好 再過來是他的VT1的 取消時 取消點變了 他可以用 中 在中的236K 中間取消 取消之後 可以再做一些後續的連段 他可以做一些折 他可以做一些折 就他那個236K打到一半 他可以射下來之後 再做一個前跳 然後打一個前後折 然後再多了一招 就是多了一個28P 就一個 就演示在那招 可以直接穿到 超快速的倒背 然後直接打人家背這樣 那來收血的時候很好用 而且他那招打背之後 還可以再取消VT1 所以等於說 你被一個超快的東西 打背之後 你還會再被接VT1 然後再被花氣 接一個ES八菜龍那 大概可以打300多 這東西很強 等於他收血的時候 花兩顆氣 可以 超高機率的 打到你 收300多滴血 所以這個很強 爪子 爪子這個版本真的挺強的 爪子這個版本真的挺強的 只是還是沒什麼用 所以有待開發 不過他是 中上位以上 基本上我是把他排在B加或A的位置 然後露西亞 露西亞基本上也是加強了他的VT1 他整體本來就不錯 然後加強了他的VT1 他VT1現在比較有三格的價值 之前他的VT1老實講 超級沒意義 所以很多人都選VT2 因為他的VT1怎麼講 就是花氣的版本 就是他的ES版本而已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VT1他改成消耗變得比較少了 消耗變得比較少了 然後中間的連段有改了 就是他的連段接更容易了 所以會有一些新的連段 就比如說什麼什麼什麼 踢火踢兩下之後 跑過去踢踢踢然後再接一個生龍 這樣就是這些連段變得比以前容易了 以前可不可以接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版本是很輕鬆可以接到這些東西 然後再過來再卡鈴 基本上就是這個廢物 基本上就是這個廢物 首先他改版是完全對他沒有用的 他VT2是完全是個屁 然後再過來是其他角色的改強 然後他本身的改爛 他本身的改爛其實非常致命 致命的點是鐵三道過後距離連得很近了 然後你往後走人家往前走摔你會被摔的 以前是往後走人家往前走摔是摔不到的 我那時候改版測試的時候我測試的是對方在原地摔我是走的掉的 那我改版測試我測的不好 後面實戰上的時候我發現往後走人家往前走摔我 我是會被摔的 所以就是說鐵三道是超級被逆二折的東西 超級無敵被逆二折 然後再過來是他雲值的下降 他雲值的下降就等於說他現在力回已經變爛了 然後打到角落前摔角落變遠了嘛 你沒辦法做一個持續壓制了嘛 然後又打不暈人 就他化氣的東西普遍都是少個50滴的暈值 有沒有 一二鐵三靠 一二是生龍 都少了50的暈值 然後這樣補陣算一算之後 然後大家普遍的暈值都增加了50 等於說你要多打一套 才可以把人家打死 但你現在壓制力量已經沒有以前搶了 所以人家根本就不用怕你 他在角落的時候根本就不用怕你 你把他推到角落去你可能他還在 他有六個暈值而已 你在角落要打到兩套他才會死掉 所以卡琳在這個版本基本上是 目前優勢以來最廢的一個版本 比S3還廢 S3的角色性能還沒那麼廢 S3的角色性能還沒有那麼廢 S3的角色性能還沒有那麼廢 他媽的你看一下哪個卡琳給他排在 給他排在前十強以內的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邊雞雞歪歪的 幹 這個卡琳也在十幾強啊 就是正常的正常那個啊 你看假設你全部都算 全部都算進去 上面這邊十一個十五個 上面十五個嘛 卡琳你給他算第十六個好了 你把他排第十六個也差不多吧 卡琳就是十幾強啊 我跟你講你現在去找一個哪一個高手 把卡琳排在前十強以內的 好不好我就請你吃飯 他媽的卡琳被改那麼弱 還在那邊給我雞雞歪歪的 拉拉的冠軍腳應該排在這邊 垃圾人 拉拉拉拉拉給他排在這邊 然後倩咪基本上差不多嘛 就是他也沒什麼變嘛 他的VT他的VS2是 他的VS2是一個往後回轉的一個東西 簡單講就是稍微磨個血而已 因為欠密有很多東西 現在是正負0加1嘛 就比如2LP2MP之類的 所以如果 如果你有一點距離的話 你後面是按不了什麼東西 如果對手要速點的話 那他多VS2的話就是說 比如說你一個 有一點距離的2MP 然後你就取消VS2 如果人家速點回來的話 他會被打CC 然後你可以再繼續做一個連段壓制 不過他的VS2 沒有到這麼強就是了 沒有到這麼強 沒有到這麼強 所以倩咪 然後基本上也是沒什麼變嘛 所以倩咪的位置 定位跟卡林這樣差不多吧 就是沒什麼變的角色 然後也打不太暈人 基本上倩咪跟卡林應該是差不多慘 然後Burdy的話 Burdy其實我本來想要給他排在這邊 不過後來仔細想想 還真的差蠻多的 就是他 既然他VT2的時候 開下去的時候 他中手 隨便空陣都沒什麼關係嘛 現在空陣機率真的很容易被打了 就我後來有玩一下Burdy 就是真的蠻容易被打了 然後再加上他的穿波變得有點難了 如果對方是很近距離放波動的話 你現在穿波變得比以前更容易失敗 然後對空沒辦法對到打Bed 其實真的有差 就是比如說你在壓制的時候 之前人家跳是 你會把他頂下來 然後繼續把他關角落嘛 現在你關人家角落的時候 你如果繼續跟人家有點貼著的話 人家跳你是打不下來的 這個其實差蠻多的 所以Burdy其實下降蠻 真的下降蠻多的 我後來想一想 真的下降蠻多的 好 然後LALA基本上 LALA LALA基本上也是加強很多啊 就是他首先他2MP可以持取消了嘛 他多了兩幅取消時間嘛 像我剛就打到一個嘛 他可以2MP持取消輕軸擊 他媽的我中間一個點 會被那個軸擊打康啊 以前人家要取消輕軸擊 是肯定就是連防嘛 對吧 然後他頂多取消那個墊 我可以就是擋住2MP之後 我用一個下段 我有一個下段 他如果放電的話 就會被我下段打嘛 現在沒辦法用這招了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很強啊 拉拉給他擺在這邊好了 他媽的我看他不爽啊 哪一個世界冠軍那邊跟我說角色很爛 幹這種人都該去死啊 這種人都該去死啊 拉拉大概在這位置啊 我重新排一下 拉拉給他排第三排 他最主要變長的東西是這些 然後他的VS2也算是蠻有用的 他VS2首先他是跳嘛 他如果派生條的話也不會被缺嘛 負2嘛 然後他也可以派生一個氣功嘛 對不對 那氣功你可以拿來打在連段上 他有很多就是新的傷害嘛 對不對 打暈之後什麼電電電 然後啪啪 然後再用一個什麼 空中的電 啪啪啪啪 半條又不見了 然後指令頭 指令頭結束之後 硬直掃1嘛 所以他指令頭之後 想要做什麼東西 偷變得比以前更容易了嘛 他想要偷一個什麼ES指令頭啊 什麼的 或者是想要偷一個什麼軸擊啊 什麼之類的 都變得比以前容易多了嘛 所以拉拉這個版本也是加強 然後又多了新年段嘛 對不對 然後他的中手TC也可以取消了嘛 現在可以什麼 在角落的時候可以用什麼 中手中腳 然後VS2捧 然後再一個上去下來的 就是他的各種方面都會加強啊 TC可以取消普通技 這個東西也是很強 之前他TC只能取消VS嘛 就啪啪然後翻那個中段嘛 現在可以TC取消那個什麼 上去下來啊 或者是取消VS2打打 然後再上去下來啊之類的 拉拉也是BUFF蠻多的角色啊 拉拉也是BUFF蠻多的角色 靈魂立回技 他媽的你們是靠那個後縮 你不會那時候你不會玩的是不是 之前卡琳重腳被砍掉 還不是繼續玩 之前立回卡琳重腳也是靈魂技啊 被砍到跟媽媽一樣 你們還不是說 喔幹卡琳的什麼好強 好媽好強 開發嘛 媽的 卡琳從而被砍弱到尾 然後之後是其他角色變弱 然後他到上面 然後你就說卡琳改的好強 幹以前卡琳那個立回 以前卡琳在那個 立回比 S3的卡琳 比S4的卡琳 角色機能要強 你知道嗎 那時候S3的卡琳 的位置是十幾強欸 S4的時候是頭三強欸 但是他其他S4的時候 是其他角色變爛的關係 他才頭三強欸 你們到底有沒有腦袋啊 以前那個中腳 你們都說卡琳在中腳 無腦踢太強了 後面沒有人卡琳在踢中腳 都用走的 然後踢中腳 你們就說那個中腳太強 幹都給你們講就好啦 呃 受不了 然後1滴 好 1滴 1滴的話是 首先他的1,2,3 他1,2,3從-3變-2嘛 就是完全不會被缺 完全不會被缺 然後他後後性能很小吧 他1,2,3之後後退 就是你可以這樣一直干擾人家 可以這樣一直干擾人家 可以這樣一直干擾人家 然後再加上他的 呃 他的 他的連段 他的連段變得比較簡單了 就好像是2NP還是什麼 KKKK的那個橫向距離比較長吧 就你之後再接KK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放向了 就基本上他的性能 倒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不過他1,2,3 呃 跟就是整體的那個 整體那個比的話 我覺得比之前 比之前好了 比之前好了 主要是1,2,3啦 我真的覺得主要是1,2,3啦 然後其他東西他大部分都加強嘛 我沒有看得很仔細啦 1D我不勝手 反正1D在這個版本算 算是可以打的角色 不過也沒有到多高啦 我也是給他排在中間的位置而已 然後再過來啃 其實啃 啃的VS2跟VT2都有加強啦 其實啃可能在上面一排啦 不過我對這個角色沒有到那麼熟 啃 因為啃的VS2其實他是有弱點的 就是還不夠習慣的 就是你只要看他在架合動作的時候 你有一個地堆空就可以把他打下來 這個要習慣一下就好 不過這個不會被缺啦 就跟VT1 VS1跑起來可能會被人家打之外 就VS2相對是不會被缺 如果你被擋的話就是不會被缺的 呃 Punk害到卡琳了 主要是Punk跟Punk上一個版本害到卡琳了吧 不過上個版本的確是三強啦 只是他上個版本的三強是因為其他角色弱的關係啊 不是因為卡琳太強啦 你看這個版本卡琳 假設我們假設卡琳這個版本是完全沒有動的喔 你看他打上面這隻角色 你覺得好打嗎 春麗 春麗 阿比基爾 尤里恩 將軍 Rashir這幾隻以前就不好打了 然後 還有G 還有四空 所以你看一下 假設我們卡琳完全沒有改的情況下 你覺得上面有這幾隻 卡琳這個版本會有前五強嗎 不會嘛 所以卡琳根本就不用改 你懂嗎 我那時候信誓淡淡的說 我覺得卡琳不會改 只要把其他角色改強就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卡琳跟S4是一模一樣的 卡琳了不起也在前十強而已 絕對不會有人把他排在頭五強 頭五強絕對不會有卡琳的位置 你相信我 所以卡琳被改弱基本上就是這個笑話 就是你知道這個遊戲 這個公司根本就不懂得這個平衡啊 其他角色改強 卡琳的地位本來就是沒有這個樣子 就像S3一樣嘛 他把其他角色改強 卡琳有改弱 這角色根本就是你 就是根本就看不到啦 根本就看不到啦 收不了 然後再過來是Nash 那Nash的話是 首先他的VS2變得比VS1好用了 他的VS2他的輕角刀近距離是正的 所以也就是說你可以進去用一個輕角刀 如果你有擊到VS2的話 進去用一個輕角刀 然後再走一點點摔 如果試過了 好像除非你最貼 不然都要走一點點才可以摔 然後再過來是他的重角刀跟 ES角刀他們都有對空無敵了 他們都有對空無敵了 所以也就是你對空 不會說對空到一半被打掉之類的這種狗幹 狗幹事情 就不會了 然後基本上Nash就會加這兩個吧 就是VS2好用跟他的對空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Nash還有什麼 有一些東西我沒有記的太清楚 我只記得他的大概而已 反正Nash就變得比以前可以玩了 再加上這個版本就壓制沒那麼強 再過來Mika Mika也沒什麼變啦 Mika其實沒有變爛 就是 他改強了 首先他VS2是當生嘛 那 堪用堪用 然後VS1是麥克風可以往遠丟嘛 不過 沒什麼屌用啦 然後他的TC可以接到重了屁股了 然後 改弱的一點是他的那個對空吧 他對空之前可以打背 就現在也不行了 所以他的整體來說我覺得可能下降一點 就他加上的地方其實沒有到那麼明顯 但改弱的地方蠻明顯的 就那個對空沒辦法打到背 其實還蠻明顯的 好 然後再過來是 Aless吧 Aless也是目前有史以來最強的Aless吧 首先他的 他的Bug又回來了嘛 我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人開始用 就是他的236HP-6 但他可以持續消止令頭 如果人家動或不動的話都會被摔走 就是你沒辦法缺反他 你除非必須要跳走或者用無敵技 不然他如果近距離用一個那個東西弄你的話 你要嘛就躲 他一個-6東西但是你要躲 不然你會被打 這是一個小Bug 之前有一陣子 他的Bug改掉了 然後後面的現在又改回來了 這個236HP的Bug 然後他的VS2也蠻強的 就是他可以招式取消招式嘛 就是他可以用什麼28K然後取消46K 去做一個人家動不了的東西 你可以做一個壓制 然後他的拳腳利回那些都有變強嘛 我記得 我記得他有變強嘛 然後 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他的VS2跟他的拳腳利回 所以 有讓他變強 然後Sakura Sakura的話是 他變強了一些東西 他變強了VS1的指定頭 然後 3HK 從加3變加4 你可以變成說你3HK打到 然後你以前 以前只能單發確認 就是打到一下之後你就馬上確認清手 下清手接生龍 現在的話是你打到你可以接戰輕手戰輕腳 然後升龍 然後 1-2春風腳了 如果是用 輕手取消跟中腳取消的話 發生變快 就變可以連斷的意思啦 就他戰輕手可以接1-2春風腳了 之前接不到嘛 然後下中腳單發確認可以 可以確認春風腳了 這也是如果你持取消的話 那個打不到 現在可以了 然後 其他沒什麼變吧 其他什麼 他的VS2也是個廢物啊 他的VS2我剛剛試了一下 是個廢物啊 他不能 他的VS2翻滾 他不能穿波 他連薩卡特的上波都穿不了 然後他的拳腳都可以取消 不過拳腳取消都是負的 然後派生也是負的 然後 基本上他的好處就是 你退康的時候用VS2 傷害比以前退康的時候高 但是 你以前 以前退康是用可能中春風腳 正二貼著嘛 或者是中生龍 66可以壓嘛 那如果你用那個VS2退康的話 你整接小生龍 或一二生龍 那66是沒辦法壓的 夜生龍66是-3 如果遠起的話 然後小生龍 小生龍大家不會遠起 他會後起 後起只能踢一個中腳而已 所以你不如去 少那個10滴 20滴的血量用中生龍去 然後後面可以去做壓支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划算一點 然後再過來老傷 老傷基本上就是沒什麼 沒什麼太大的變化吧 然後VS2 打某一些對決可以用吧 打某一些對決那邊架架 那踢 那踢到之後是正的嘛 可能可以用吧 老傷基本上沒什麼變弱啦 有變強嗎 老傷我想一下喔 老傷好像沒什麼變吧 反正老傷就差不多這個位置 就不爛 就不爛 OK然後再過來沙卡特 沙卡特的話 沙卡特的話 也沒什麼變吧 他就VT1變正的嘛 是吧 我記得是VT1變正的 這可能要配合一下看 我配合一下看好了 等我一下 我配合一下看 呃 我看一下喔 有一些東西我記得沒有那麼的 沒有記得那麼的清楚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改動 看一下改動會變得更輕鬆 等一下齁 好 我用手機看好了 沙卡特 我看一下沙卡特該什麼 呃 5LK 擊退打中的時候 擊退去減少 就是他5LK 升龍什麼的更容易中嘛 然後5HP變快 空陣的時候變快 2NP 2NP擴大 基本上沙卡特就是稍微加強一點啦 然後2NK 從加0變加1嘛 2HP 持續變久了 持續變久了 所以2HP可以拿來雙壓啦 他2HP變四伏可以拿來雙壓 不過應該也不會有人拿來雙壓啦 然後623LK VS1 VT1 喔VT1從加2變加10喔 對啊 基本上沙卡特是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是VT1 VT1加強 所以沙卡特基本上地位沒什麼變啦 所以就差不多還在這個位置吧 基本上就還在這個位置 然後 呃 怪獸的話是 怪獸的話是也沒什麼變吧 怪獸的話也沒什麼變 那 他的 他的V 他的VS2是集氣然後多那個東西嘛 目前我也沒看到什麼特別有用的set 我看一下喔 他有什麼東西 他的6KK跟4KK都各變快了 所以他在干擾人家的時候稍微變強了一點 然後4.6MP快了變快了 28KK 現在28KK的連段比較不會放槍啦 之前有時候可能28KK的連段會放槍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呃 4.6P移動速度 對啊 基本上他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所以怪獸也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首先他就是VS2 沒有到這麼強 然後Cody Cody的話其實Cody也有加強啦 Cody其實也有加強 Cody他是 呃 大部分都加強VT1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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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他的東西 冰果什麼 他冰果現在有新的等級了嘛 他現在有冰果等級2了嘛 他冰果等級2了嘛 他冰果等級2可以再接其他的東西嘛 其實Cody可能不應該這麼低的 不過Cody我也想不出要給他很高的理由 啊算了 我們應該 Cody在這位置好了 其實我覺得Cody跟R3沒那麼低啦 R3也是 就是還行 R3就是 也沒什麼變 他就是拳腳打到變正比較多嘛 打到變正比較多 然後也是防守壓力稍微小一點 好 Cody跟R3我給他擺在這位置好了 不要給他們太低 因為我覺得這兩隻其實 Cody是有加強啦 但是加強的沒有到那麼明顯 所以最主要大概可能還是會用VT2比較多 大家可能還是會用VT2比較多 因為VT1的話是刀子嘛 但是VT2的話有指令頭 指令頭完之後再丟石頭那個壓制還是太強了 所以VT1在改強應該還是沒有人用 我目前真的沒有看過人家用Cody用VT1的 改版之後可能會有啦 也許也許 Cody大概就這樣子吧 Cody就加強了一些基本性能跟大部分是加強VT1 所以位置大概也就這樣吧 R3的話是 也是選角加的比較多了 然後我想想齁 其他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其他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R3對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也是防守壓力稍微小一點吧 不過在其他角色比起來他就是個弟弟阿 沙卡特跟怪獸跟這樣 吉爾的話是 不是那麼的確定啦 怪獸本體也差不多在這位置好了 本田會不會在這位置 本田的話是 呃 他首先就是一個人門角色嘛 然後 他的招式 就是基本上是以打力回為主嗎 打力回破壞力為主嗎 那他改版之後也沒有改到什麼特別有用的東西 好像是改成百列 百列可以再接一些東西吧 我確認一下 我看一下喔 6SK 後退距離增加 呃 46B 對他的頭錘的傷害變大了嘛 然後中版本被防的話 激烈距離減少 金版本 增加 28KK 還有加強一個28KK 就28KK是 28KK是正的嗎 28KK好像是正的啊 正的之後然後擊退的距離縮小嘛 就你擋住之後人家你是正的然後人家利益比 不過 不是很重要啦 就本田的話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少人用的角色 因為他就是破壞力大但還沒辦法持續給人家壓力 除非開VS2 除非開VT2 然後他的VS2是什麼東西我已經忘記了 好像是增加頭錘還是什麼的 我有點忘記了 沒什麼印象 但他的VS2沒什麼搞頭就是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搞頭 所以本田差不多在這位置 頂多再上去一點啦 但是因為人太少了 所以這基本上跟人少對排名也有差啦 因為這個角色沒什麼用所以 性質比較低 然後再過來GEAR吧 GEAR我覺得因為我自己從來沒有摸過GEAR 不過我有看了一些東西 那首先GEAR的缺點是 他的拳腳跟李安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他的拳腳完全沒有李安優秀 他的拳腳不管是什麼下中手對空啊 或者是連段啊 或者是戰中手的距離啊 2MK的距離啊 3HK的距離啊 都沒有李安優秀 基本上都比李安少半截吧 不過他的好處就是他的V都是兩個 他的V都是兩個 而且他有很好的破壞力 他兩個V都有 他兩種V都有很好的破壞力 就看你知道破壞力也要摺嗎 因為那個火焰院就是做一些破壞力嘛 然後66去做一個持續壓制嘛 然後如果你要那個冰的話 就是可以做一些摺嘛 反正最常見什麼中段把人家打倒 放個冰 然後那個膝蓋打一個背嘛 之類的 然後打的時候 再用那個前進的冰把人家打暈嘛 然後再放一個第三個冰做一個連段嘛 目前最常看到就是這些嘛 就是他的破壞力 兩種V破壞力都有的 不過他的拳腳太爛了 而且他的V要打到人才會有破壞力 就是他一定要打到ES球 然後開V 之後才會有那些破壞力 如果你沒有用ES球打到開V的話 基本上破壞力是比較低的 所以這個有一點限制啦 不過有待開發啦 所以就目前 其實大概在這位置好了 就主要是拳腳太爛啦 主要是拳腳太爛 不過V的破壞力是有的 就假設說你們看如果要破壞力的話 那不如選G 你懂嗎 就如果你要玩Key的話不如選G 因為G的話是力回強 然後破壞力強 而且有指令頭 Gear的話是力回不行 破壞力行 可是他的破壞力也不如G啊 所以要玩Gear不如玩G啊 這是我的想法 然後再來Folk 基本上沒什麼變嘛 小廢屋 然後方變了一個VS2可以有當生嘛 但還是小廢屋 他還有改什麼 改成那個空對空周可以取消KAK 可以再做一個那個連段嘛 小廢屋 不過 算了還是小廢屋 然後Julie Julie也是沒什麼變嘛 他VS2就是多了一個VS2嘛 多VS2多一個可以架的東西 可以做一個新的連段可以做折 如果他可以直接放的話就很強 問題在跟那個236K一樣 還要先集氣才可以放 所以基本上也是個小廢屋 其他東西都沒什麼增加吧 Julie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吧 我覺得排的算蠻完美的 我這樣解釋完之後 你們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差不多吧 我們最後再來複習一下好了 拉序頭將軍這兩個最強 無庸置疑嘛 春麗 春麗這個版本也很強 也無庸置疑嘛 剛剛比較多人質疑的是尤里恩吧 有些人覺得尤里恩不會那麼強 呃 你們自己試想一下 尤里恩之前你們覺得尤里恩弱的原因是什麼 弱在他很難GV 他開鏡子的時候可能自己都快死了對吧 那現在VS2他可以增強他的GV速度跟 他的VS2跟 他的VS2的那個氣功你拿來做牽制拿來做力回都很強 然後他的進去的ES氣功的加強 ES氣功從加1變加2 所以就是說你近身的時候如果你 你比如說我近身用一個什麼2GV我想要打一個解摔 然後人家防住我再用一個東西動的也是正2 然後貼著我可以做人家打摔著 以前只要速點就好了嘛 現在不行了 就他有一些細節的地方加強 然後3HK 現在3HK被防也不會那麼容易被缺 就等於說3HK比以前更容易抓到就是更好踢的位置 這是在他力回地方加強的部分嘛 然後隱性加強的部分就是首先他血量增加了嘛 他血量應該有增加吧 我確認一下 等下你們說我亂講 我看一下尤里恩 尤里恩怎麼拚啊 尤里恩怎麼拚啊 尤里恩 尤里恩我確認一下 血量有增加嘛 所以他等於說他更有機會開到禁止了 他更有機會開到禁止了 然後他變弱了一點就是他5HP的 那個收招比較容易被人家插合了 幹這很正常好不好 之前我看到5HP空陣了 我中手都打不到他 我都用下動角才可以打到 這很誇張好不好 這也是改正常而已啊 叫你們不要空陣啊 然後我看一下喔 他VS1也變快了嘛 不過基本上還是VS2比較好用啊 然後他VT2也加強了嘛 他VT2也加強 傷害變高了嘛 什麼的 然後現在VT2配VS2有一些新的連段嘛 你們自己去看一下影片 對吧 他VS2 他VS2好用 VT2也有加強 雖然沒有人會用VT2 然後血量要增加 然後上個版本就大概是A加了 然後這個版本他血量要增加 又變得好幾B 你跟我說這個不是S角 最少也是A加角啦 反正不要再把尤里恩說得很爛一樣 對不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這個樣子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樣子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想想哦 然後古代古代是比較有機會到S的角色 在我心中 只是因為這幾隻角色我認為比古代更強 因為古代如果他遇到那些可以打VS2的角色的時候 就相對就還好 他強是強在他VS2如果對方是沒有一個無敵 沒有一個突進無敵技跟一個沒有氣功無敵的招式的話 VS2超級強 他只要一放他就可以很早便秘 很早變身 又可以壓縮人家空間 他在打這些角色的時候肯定是S 他在打飛這些角色的時候就是A加就還好 其他都差不多吧 毒藥拉拉梅乃特卡給哥林 然後B的露西亞卡林爪子拳王龍 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版本 我覺得這個版本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版本挺好的 這是我自己拍的 那左右就沒有 左右就沒有這麼大的那個 因為我 我後來原來的排左右 不過還是有一點參考價值 我上面有分左右在排 我上面有分左右在排 後面比較沒分左右在排 也是有 我看一下 卡林 弱弱 然後陸西亞中間 有啦 我其實有分左右 歌林老商 有啦 我算有分左右在排 左右的話 好這樣 對啦 差不多這個樣子 這是我排的 差不多就這個樣子吧 我覺得自己蠻滿意的 我自己還蠻滿意的 就是反正 高手排的不一定一樣 你們要想到這點 但是你們要看 他有沒有講出 為什麼這樣排的道理 然後你們自己去試想一下 對不對 你們自己去試想一下 就是他這個版本這個改動 整體上的差別是有沒有到這麼影響 對不對 像之前有人說凱爾的VS2很爛 我那時候想說 幹不會吧 他就近距離直接射 他媽還很爛嗎 因為人家說很爛的原因是因為他說 近距離擋住是腹肌 我那時候想說 幹那你不要近距離放就好啦 白癡是不是啊 對不對 卡林VS2 近距離推也會被老商協業缺乏啊 VS1啊 近距離推也會被老商協業缺乏 那我不要近距離推 我遠距離推不就好了 之類的嘛 凱爾那個東西叫你中距離放了 不對啦 近距離放啦 你近距離放氣功還是正的欸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看事情的角度就是不一樣啊 如果說開了VS2很爛欸 為什麼很爛 我看起來很強啊 被擋住負氣啊 看 哪個白癡會在那邊用擋住負氣的東西 近距離去用啊 哥哥 你不要在那邊搞笑了 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 你覺得 你覺得他近距離擋住負氣所以爛 那就是你不會玩這個遊戲啊 你就中距離放就好了 你近距離放氣功就正的了 對吧 要看要看那個啊 差不多吧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我排得挺好的啊 我覺得我排得挺好的啊 差不多這個樣子吧 你們對什麼角色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那個的話再跟我講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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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